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还不是说它河水决堤 把那给淹了 而且听说那边还现在有什么初步结论 说是这是天灾 这是属于自然灾害 就是那个水进去 就是那个自然灾害 否则的话这责任太大 因为它是最近两三年来数目最大的一次 就一百多个人 如果是凶多吉少了 这又是一震惊中外吧 对 又是一大矿弹 你的感觉是什么 它对自然灾害 你也不能说完全错 它不发洪水肯定没事 但是问题就是这样 你既然是靠河的一个煤矿 它就应该有相应的防范措施 对不对 你不能说一发洪水我就淹了 洪水发下去还有其他很多 对 还有其他矿 没有各个都淹 不能说一发洪水就成灾 对不对 一发水就成灾 我看见一个新闻就说跟煤矿管理 这是哪出来的 新京报上发出来的 就说发现透水之后 有些工段给矿上打电话 但矿上当时没办法判断这个事态 所以也没有下令工人出井上井 说你怎么不逃 这就是说这个矿采取的是准军事化管理 矿工建了领导要行礼的 而且没有命令不准随便行动 他这准军事化 他逃了 大部分还是逃走了 他六百多人逃走了 他一百多人没逃走 他总共有八百多人 这报道这意思 那一百多人是不是都是严守纪律的 他是这样 就是说他这个机制 就是说他一个光安全设施不够 还有一个机制不行 就是说那个预防机制 就是说这种事 就是说你要若 以人命为核心的话 那你首先应该说 不是说 就是哪怕是个谎性 你先跑再说 对不对 哪怕是个假警报 假警报 你先疏散再说 你飞机场接到一个有人 先疏散再说 对不对 你说这警报 刚才我们一个编导还跟我说 看一新闻 那是在哪 就现在最近不是老大暴雨 这个洪灾 然后本来你这个气象局 你是应该给这个 有一个预警系统 这个预警系统里原本包括呢 就手机 比如说有这种大暴雨了 手机都发 按照国家规定 这也是免费的 对吧 但后来说呢 他们把这个停了 停了之后 这气象局啊 包给一个公司运营商 然后呢 下大暴雨的时候 只给交了费的手机用户 发这个预警信息 哎呀 你说这是 真敢干的 对 把公共服务变成那种私利服务 社会服务 所以这个钱在里面起一个非常吊诡的作用 上次你们有一期节目啊 我看了 我很受启发 就那李扬啊 就那个李扬导演 拍那个盲警 拍盲警的 跟那个老六 讲的 对 他们两个分别回答了我的一个问题 李扬说呢 他说 很多设备呢 其实你要花钱的话都能做得到 但是他们不花钱呢 他们取得了很多许可 他们花钱就取得了很多许可 然后老六呢 又说了一点的 就是因为现在赔偿 人命啊 有个价钱 那实际上呢 出事故等于是有一个成本了 对 而这个成本 这就想起 他们两个人一讲 我就顿时想起 我大概两年前吧 我其实见过一个山西的一个矿主 我不能说人家 就因为人是认识的 他当时就跟我讲过一个 他说 你们讲的东西都不相干 他说 我们主要就是一个成本核算 我当时就觉得 因为他开的很好的车嘛 我心里就觉得他很狠嘛 我们不去讲他 因为我不好意思 但他说什么叫成本核算 我现在想起来 我突然就通了 你听我 他跟我讲 他说他呢 比方说 我不讲句子说 他比方说他这里 那个安全的成本 他可以花一百万 可以花五百万 但那他怎么来决定 他花这些东西 他当然 我们知道 花五百万 他这个出事情的几率就会最低 不能说百分之一百没有 但就会最低 那么他开始的 他都是这样 他们花两百万 就基本上大家 那个上面就会给通行了 但是后来呢 不知道怎么样 他们发现 你就算花了两百万 或者花了三百万 还是不给证 你得抽出几十万 去 你明白没有 去弄这些证 那结果呢 后来他们发现 你这个打点 比方说我花三百万 我花五十万打点 后来他发现呢 我如果花一百万呢 我只需要花一百万设备了 啊 你明白没有 就打点费提高了 成本费就下降了 而且呢 对他来说 他 据他的说法 你就算你花了五百万 你还要花打点费 是这样的话呢 你看 他就把这个钱呢 用在打点费上去了 对没错 那么因因此呢 因为他是花了钱的 所以呢 他花很少的钱 来做安全设施的 人家也不管 因为他们都是收了钱了 对 所以好意思来管你吗 他不别是这样的问题 就是说 他就是 就是说我把这什么钱呢 我把就是说 该用在那个公共安全上的钱 我用在打点上去 进贡 进贡上去 那就是说 人命是有价钱的 有价钱 你你这个问题 再想生下去 人命可以打入成本的 你再想生下去 老实说 很多人手里都沾着血 从你看万历十五年 你就知道 金官 古代的时候 金官的主要收入 不是靠皇帝来的 是靠地方进贡的 一层一层进贡上 你有些部门的人 他可能跟这些底层的这个 好没有关系 但是你仔细想 有没有关系 你想这些保护的官员 他有很大的风险 我说那些官员拿了不怕 他说他怕他最怕你们出事情 他也跟你们警告 你们怎么样 你不要死人 死人我倒霉 但是他也花保险费 他怎么 他找一个什么舅舅在省里 找一个叔叔在北京 他定期的 一旦出 他一旦出事情 要保住他 他所有的人命 这个里就全变成素质了 全变成责化成钱了 就是人命 他没有一个 他是我们讲说 其他的社会意义上的 比如说我们对生命本源的东西 一个尊重 没有 所有的人命都责上一个数字 一个钱的数字 在官员那里头是如此 在这个资本家那也如此 他就说我就把他责成数字 然后我就 我就 我就计算你成本 然后资本家呢 他因为这边上贡的成本高了以后 他在下边的成本 他又有一笔账 那什么一笔账呢 就是说 我如果花一百万去做安全设备 和我出了事情以后 我死 不是一个人命二十万吗 他一结算 他赔人命还便宜过 他去改善安全措施 对对 这个是最关键的地方 人命没有其他的家 他一算 你想 我就这点投资 我就这点本钱 我花在这里 我宁可花在那边 而且那边很可能不出事情 很可能不出事情 他甘愿冒这个风险 所以我最近 你看看这个 他出了也无所谓 出了也是这样 出了也是这样 反正我也付成本 所以我最近 你发现没有什么事出事 现在都是一嘟鲁一嘟鲁的 就跟 有人说咱们中国社会 现在是属于 姜文说的 说属于农转飞的阶段 很多事都处于一个农转飞的阶段 什么叫农转飞 农民转成飞 非农民 农业户口 转成非农业户口 他是形容 很多事情是农转飞 所以我就想 出事都像 你比如农民要赶急 你觉不觉像我们搞媒体的 我非常敏感的发现 你注意看啊 比如这这假药 在很短的一段时间之内 哗啦哗啦哗啦 一嘟鲁一嘟鲁的 你看最近叫公共安全 凤凰那边 湖南凤凰 踏踏桥 然后这个山东这个煤矿 然后呢 什么那个泥石流 公路坍塌 滑坡 有一堆就把这矿工窝里边 所以我就老感慨 毛主席说的特别对啊 就是说中国就是人多 死几个没 当然这这句话 不是毛主席说我说我说的意思是什么 我很感慨 就是说你比别的国家唯一最强的资源 的确就是人多 所以说起来好特别悲哀 你看现在就中国历史上 好可怕 不是 你每一个拐弯 你想中国的进步 每一个拐弯 都是牺牲人命啊 我跟你讲 主要是牺牲那些就地位最低的 从你知道吧 从抗日战争 什么当年这个军阀混战 一直到最后建立新中国大跃进 或者是什么 三年自然灾害 三年自然灾害 哎呦 真是以人命为在这 一直到今天就你说这个算账呢 我跟你说都是不光是这个就是人命 本身就是他人命啊 就他的生活本身就是都是都是比较贱 到农村去你看 我刚刚去过 在农村的集市上 假冒威脸产品比比皆是 一把一把的 一把一把一把就各种东西全是假的 从从牙膏肥皂到穿的衣服全是假的 你你你怎么能看出是假的 你那个假都假的 为这个伪照的就已经是很拙劣了 就不用你不用这个不用什么我们专业专业人员 你看一软一看就是假 一看就是假的 而这机上满的都是 他这个假冒的东西主要是卖给农民 农民不吃钱农民农民不在乎 农民这个食品安全什么的都都无所谓 当然进工工进那个矿井挖煤的也都是农民 他就是他在我不相信那些矿主 他对自己的亲属 对自己的这个 比如说他对同他的自己的朋友 也把他当中那种素质来看生命 但是他对农民来说 这些这些矿工那生命就是数字 没错 他把人命纳入成本核算 就是说这个人跟人之间 可以完全的忘了对方是个人 你看黑专摇不也是吗 那是个人呢 你是个劳动力吗 甚至最好不要钱 拿鞭子抽着你去搬专 所以阮次山不是说吗 看上去不相关的事情 其实都有联系的 你五一五一前后北京塞车 他们都说很多人国庆前后北京塞车 他说很多地方上的人上来送礼 那你仔细想想 按照我们刚才的讲法 这些送礼跟这些煤矿 你说中间有没有一个 曲曲折折的联系呢 所以台湾 送礼的人是不觉得的 对不对 台湾那个叫黑金 我觉得咱们这个行贿的 这可以叫红金 这是血呀 这是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其实你不是说人命有没有价 人命还分贵贱 刚才我跟这张 在中国你谁都不承认 说人人平等 对吧 实际上 实际上我们的命 比某些外来民工的命 显得要金贵 你给我给你举一个什么例子 你也不光是个人命 还有个人权 钱塘江 记得吗 钱一阵 钱塘江那个大潮 一下卷走三十多个 你知道卷走的是什么人吗 卷走的是很多在里边玩水的 但好多都是外来民工 后来的记者一采访 我才想到这个问题 作为外来民工 他跟我们一样也是人吧 您到夏天 您有游泳的需要吧 那他也有游泳的需要吧 可是游泳池的票 他买不起的 你知道吗 平常比如在长江边上 在很危险 漩涡里游水玩水的 很多都是这种外来打工的 他十几块钱 二十块钱的这个游泳池的票 他买不起 正好像说 甚至说 我作为一民工 我有没有健身的需要 是吧 我有没有看电影的需要 电影票五十块钱 他买得起吗 你买 你比如说 所以你这种公共安全制度 为什么江水 把游泳的人给淹死了呢 他没法去游泳池 你包括为什么他老在 咱就说有些环境坏了 在马路上躺着 他不光这个 我就是听一个笑话 他同学也不是笑话 老秘同事说 不是我一个学校同事 他说他被抢了 他被抢了 他说 你不能杀我 我说教授 你一杀我的话 这个就麻烦了 对方不然就不杀他了 因为杀了你的话 杀一民工 可能大家突然不积极 留着这一招 下次救命 张教授 张教授的话 是对电视机前的歹徒说的 留着这一招 将来创下 你别乱杀我 我跟你说真的 你还别说是真的 我碰过这个事 我被人偷过包 具体我不发生在哪个城市 免得人就说我妖魔话 发生在包 最后公安局英明神武破案了 把那个小团伙给抓着了 小团伙 我第二天 我的这个包除了钱之外 就在一个垃圾桶里发现了 小团伙里的人后来交代说 拿了之后一看 你看熟人 认识 可能对我印象还行 觉得这人不错 这什么的 就把人信用信用卡 他都没拿 信用卡身份证 什么就原样包 放在附近的一个 你有这么幸运 垃圾桶里 就把钱和我一照相机 拿走了 你说说 这还是人命有贵贱吧 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 贵贱吗 你要更贵一点 说在的 东西都还给你了 东西都还给你了 公安局长的夫人 能管 公安局长的夫人 丢了一个新项链 好 一声令下 说 早去 小偷供上来多少 一百多条 不知道哪个事 反正他们这人偷的 全供上来 你挑吧 对对对 所以你看 就是我 我就感觉到 实际上的这个不平等 虽然你说平等 实际上在贼身上 你都能看出 我十多年前 有次跟人打架 你还打架 对对 我跟人打架 当然打架的原因 是大家都有不好 到了那个派出所 那个人是一个 到出差来的 外地出差来的 我呢 是华东世大的研究生 那个公安一看 我们的证件 不问青红照白 就说那个人错 对他 他赔我眼镜 当然实际上 可能也是他错了 但是他那个断案的方法 人家中文系研究生 怎么可能会有错呢 我现在真对不起啊 这位观众 我跟你讲 就是说 其实打架是大家都有错 你不要说这个 中国人跟外国人 还不一样呢 我那天打第一 听一北京地势司机说 昨天打架了 打架了 是一个老外 大概是什么使馆里的 一个老外 打了一个北京出租车司机 你知道吗 然后这出租车司机呢 赶快一招 十几辆出租车 就来了 来了啊 就说这出租车司机 政策水平很高 他就是要办 这个外国人一现行 所以人高马大 比这外国人还粗壮 愣没还手 就一直就来打 愣没还手 然后最后说 我们找派出所 但是找派出所来了 他说派出所 那俩所长就在争什么呢 这个红绿灯 这边是归他管的 这个红绿灯 这边他是在十字路口打的 说这个是他管 这他管 最后哪边管说不清 不好管的是东北管 我设外事件 然后说 谁都怕麻烦 然后跟我讲说 找外事办吧 找外事办人 到最后这几个司机 按不住了 说我们是老百姓 他明显他错 我们就打他 对吧 然后那外事办的 糊涂吧 你们打我吧 你们千万不能打他 当然最后还是英明裁决 赔了一万七千块钱 就是这个事 我今天在路上听一滴 我跟你说 过去是那个 过去那个什么 就是那个皇帝时代 就那个人命是很重要的 出人命啊 就必须得破案 但有的时候那个路倒啊 他不知道怎么死 他倒那了 你怎么破案啊 但是就跟现在一样 人命避破 这样就是说 他有时候 有时候的县令 马上到法一看 有点死 那路倒倒那 也不知道怎么怎么死的 他一看 离这旁边的县挺近的 抬 牙一抬 扔过去 那边的县令 一看 地宝一报 说这死就死 冒人一看 他弄了 没错 这个你还不知道 特别有意思 他一个派手 一个派手 管的不同 我有的朋友 就是碰见过这个事 就是昨天晚上发生的事 他去找现场 报案了 找现场 而且也是属于挺有关系 人家公安也很重视 但是呢 俩派手坐在车上 他说 我记得 好像昨天晚上 是在这个地方 然后他说 是吗 记错了吧 不像是这儿啊 是那边吧 再往前再找找 是我们想起 以前租界的很多事情 这就是说 张老师 你刚刚说的 他就说 有些时候 有些地方 存在一个冷漠 就是说这个官僚 他实际上 他更重要的是说 我别承担责任 我没责任 没责任就好 我管你怎么样的 我只要我没责任就行 偏差害了我不管 但是你说 这是人性的问题呢 还是制度的问题呢 我也要往进一步 问这个问题 其实你说 你假如这些事情 发生在欧美国家 你说他们是都 那么有同情心吗 可能 有些人性教育 但是也有些地方 也还是责任的问题 你知道是一个 保险制度的问题 你说他们花很多钱去 比方说他们的矿 要花很多钱去 比方说你说 去参观一个设施 给你花很多钱 保护你 他为什么 因为他这个赔偿巨大 你一旦出这个事情 你就完了 什么赔几十万 你能算这个成本 对不对 你知道香港 那个360知道吗 那个郎平州 不是有个缆车吗 要到上面去大佛 看大佛吗 某一天 有一个缆车 上面那个车 无端端的 掉下来了 上面没人的 是晚上八点钟的时候 无端端的缆车 就掉下来了 结果这个全香港社会 就关注这个事件 这个事件成立 独立调查小组 这个缆车公司 就不得营业 到现在不能营业 已经巨大的损失了 整条旅游线都损失了 还没人呢 你想假如有人的话 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责任呢 这就为什么 就是因为牵涉人命 有可能 你像牵涉人命 但制度跟人性有关系 就是说 你制度设计成 设计成这样子 就是说你设计成 比如说那么低成本 二十万 他人命 玩啥事准准有了 对 你这个设计本身 背后的想法 就是说你对人民 还是陌生 以维系权力机构 为宗旨 你看我们那个刘海若 最后不是 英国那个赔的 是几百万英镑 还是几千万英镑 我当时想 当然你赔多少 也不能挽回人 这个不幸 但是我就想 这要这么赔一个火车 真能分分钟 把这公司赔破产了 所以他怎么敢 他怎么敢 现在郎彬州那个公司 现在就面临完蛋了 他们就可能要完了 可能要出局了就 咱们去下广告吧 讲到制度问题就去广告 将将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最近还有一个凤凰县 沈聪文老家那大桥 不是塌了吗 张老师还慷慨沉词呢 我刚去过 你去过那大桥 我刚去过 不是那大桥 凤凰县我刚去过 是不是那个福隆镇 也是在那里拍的 福隆镇也是在那里拍的 福隆镇也在离开痕迹 他原来那个镇 已经原来要什么名都忘了 但现在就改成福隆镇了 就改成福隆镇 现在一个景点 那去过之后 听说桥塌了 我觉得感觉 其实很沉重的 就是确实那个地方 的确是感觉 一个就是风景秀逸 民风存仆 民风存仆 那跟大桥有什么关系 你想那么多当地的村民 60多个都一下子给拍死了 都是我刚刚看 可能我刚刚看见过的这种村民 那么老实的村民 就拍死了 你知道就是有一个报纸 新京报还是哪 我忘了啊 他采访这个村民 说是有一个村吗 有一个村死了九个 然后这个村下边的一个村小组 死了七个 就一天九个人下葬 那个村 然后他到这个村啊 本来是想打听一下 这个死难这个工人的情况 结果这个村民跟他说呀 说这个塌桥的时候啊 那底下有口水井 当时正是快晚饭 下午四点多 这好多人正在那单水洗菜呢 还有好多人在里头游泳呢 说呱气也窝在里边 不是说踏得有点蹊跷 连桥墩都踏了是吧 对啊 这个这个画面上都很清楚啊 整个一位平地 你说我你说我们就是战争时期 那飞机轰炸 桥炸了 那蹲还在呀 他连蹲连根都倒了 那个桥蹲的那个断面 跟切豆腐一样 一样 这么一个断面 哎你说明冠春朴 你不是说你昨天在什么电视台 看见一个 就这次那个山东透水的这个事 好